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普及了相机 甚至人手一台的手机就可以拍出多人的照片 摄影是如此的贴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以至于我们会觉得 摄影好像是理所当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世界上的第一张照片出自何人之手 第一台相机是如何诞生 摄影这个词又是怎么来的呢 欢迎大家收看摄影编辑时代第一期摄影术的诞生 摄影这个词是把希腊语中的光和绘图结合在了一起 创造出了摄影photograph这个词 意思是以光绘图 所以摄影是一门用光的艺术 这句话我们都不陌生了 在摄影被发明以前 人们只能通过绘画去呈现图像 其中有一种神光的绘画方法 就是在一个完全不透光的黑房间里 我们称之为暗箱 打一个洞 让光线从外面射入 于是就在墙上得到了一个上下左右颠倒的彩色道像 人坐在里面临摹出来 其实用到的原理就是我们初中物理学到过的小孔成像 这也是至今为止 所有相机都仍在使用的核心技术之一 世界上最早做的小孔成像实验的就是古代的墨子 在公元前400年左右 领先了西方很久啊 可惜没有继续下去 最初的暗箱就像一个房间一样大 人进到箱子内 在箱子的墙壁上来临摹 后来加入了简易镜头来聚集光线 让图像增加明亮清晰 大小适中的投影到墙面或者画布上 随着技术的发展 暗箱越做越小 甚至还加入了反光板结构 人不需要被局限在黑房间内 甚至可以趴在暗箱上来临摹 到这一步 就已经和近代的胶片相机的结构非常近似了 像我的这两台腰屏的中华幅胶片相机 就是完全一样的结构 镜头聚集光线取景 通过反光板反射 在相机的对焦屏上成像 然暗箱里临摹依旧是一种绘画 但是到这里 摄影术已经被发明出来一半了 还有另一半就是用来承载这些光线 并且能够直接成像的物体 也就是感光材料 科技发展的原动力是什么 是懒啊 人发明的汽车飞机 就是为了免去长途旅行 身体的劳累和节省时间 人发明的打字机 就是不想自己动手写字 现在有了语音助手 写字甚至都不需要写 这个动作动动嘴皮字就可以 所以摄影的发明其实还是因为 林某也需要花很多时间 有逐多限制 而且还很累 如果有个什么东西接收光线 并且发生化学反应 能够把这些光线绘制的图像留下来 就方便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位关键人物 尼塞福尔·尼培斯 他是一个法国发明家 原本对石板画非常感兴趣 但是因为在石板上雕刻画画实在是太累了 他就想试试看 能不能找到让光帮他自动画画的方法 结果他发现了 沥青在感光之后会硬化 然后把涂抹的沥青的载体放入溶液之中 溶解掉因为感光硬化以外的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图像就显现出来了 实验出了这个结果 他就想赶快把这个沥青的锡板做出来 然后放在暗箱内拍一张试试 结果因为失误放在自己家窗前曝光了8个小时 就这样人类目前历史上已知的第一张照片 就阴下阳错的诞生了 也叫创爱的风景 从1826年保存至今 现在的原版被保存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在尼亚普斯之前 也有许多人做过感光材料的实验 比如有人把硝酸岩涂在白色的皮革制品上 然后在上面盖上镂空的纸 拿去曝光 也成功产生了图像 但是这种图像很不稳定 他无法长期保存 只有尼亚普斯把用光绘制的图像 长久的保存了下来 尼亚普斯虽然拍出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 但是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摄影的第一人 甚至在他去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在摄影上的这种成就都没有被认可 因为他的这种方法 其实是在白天也需要八个多小时的曝光 时间太长 画质也很差 因此使用性还不足 虽然尼亚普斯还想继续研究 但是他当时已经很老了 同时因为他哥做生意 把全家的家本都赔了进去 经济状况实在是不允许 于是他就把达盖尔拉入了坑 路易·达盖尔是摄影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相信大家接触到摄影的过程中 或多或少都会听到这个名字 是他在1839年发明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摄影术 达盖尔一般写真 重技术是给同伴的表面堆一层银 然后在打磨的十分光滑之后 使用点来熏制变成点画银 这个时候原本透亮反光的银板表面 就会变成黄色 到这一步底片就制作好了 然后把底片在暗室内 放进不透光的箱子里 这也是现在都还存有 大画幅胶片摄影的方式 插入相机后背拍摄 在日光强烈的情况下 大概需要曝光10分钟左右 曝光完之后放在装有拱的容器内 使用拱蒸气来让照片显像 大家都知道拱蒸气是有毒的 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玩摄影花钱 而且还玩命 在这之后 为了防止拍摄的银板 因为光线照射而发生改变 还需要使用hybo 留在硫酸钠这种容液进行定影 这样一张带有正向的银板写真 就诞生了 之后后来为了方便复制 以拍副片为主的摄影方式 完全相反 因此达盖尔银板法拍出来的照片 意味着独一无二 银板写真的缺点 就是可能会因为触摸 以及和空气发生反应 导致图相被破坏 所以都是放在小盒子里 有玻璃密封起来 我也有幸 在学校上集天成老师的 古典写生历史课时 见过几个实物 摄影真是太神奇了 当时我手里握着那些银板照片的时候 就在想 这些银板 当年和被摄者 以及摄影师 共处一世 记录了100多年前的人和故事 铭结了当年的一小段时光 又在之后数年的某一天 飘洋过海来到了亚洲 被我们这些学习摄影的学生们所观摩欣赏 穿越的时间和空间 让我再一次地感受到了摄影的魅力和震撼 达盖尔在发布了自己的摄影技术之后 把专利卖过了法国政府 政府允许除了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免费使用这项技术 至于为什么不让英国人用 下面会提到 达盖尔的相机也开始商业化生产 并且销售 这种能把大家眼前所见的世界 以非常精细的画质拍下来的技术 实在是太梦幻了 所以很多有钱人就立马下单 尝鲜当上第一批器材党 这可是老法师中的老法师 在当时一台极度达盖尔银板照相机 重50公斤 售价400法郎 相当于当时在巴黎 两个月的生活费用 相机贵 照片还要用银 还要用拱 这些都不便宜 所以摄影在当时 也是一门用光的艺术 把你的钱都花光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 现在再去看那时候的照片 照片里的人大多面无表情 或者表情僵硬死板 这其实是因为达盖尔的银板写灯 感光度太低 即使在热光下 也需要8分钟左右的曝光 这样模特就很难维持别的表情 有的摄影师拍照的时候 为了让模特保持不动 甚至在椅子后面DIY的支撑架 来减少人晃动 其实就在达盖尔发布 银板写成法之后 有个叫塔尔伯特的英国人 突然就急了 因为塔尔伯特其实在1835年 就已经掌握了一种 拍摄复片的技术 但是因为当时复片 后期转移成正片的技术 还不成熟 他就一直保密 结果看到隔壁的法国人 达盖尔居然抢先一步 把自己写入了实册 他也坐不住了 赶快出来发布了自己的卡罗法 并且开始了好多年的撕逼 这种把自己写入史册的好事 本来应该是我 明明是我先来的 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法国政府才说 你们英国人不是有 自己的卡罗摄影术吗 那就用你们自己的 所以英国人想用达盖尔法 需要额外的收钱 塔尔伯特在1841年 才完成了自己的卡罗法 即用纸来做底片 并且拍出来副片 然后再转印到另一张纸上 最终得到正片 这个转印的过程 可以重复进行 因此相比于只能获得 唯一一张照片的达盖尔银版写真 卡罗法为摄影增加了可复制性 这个其实就和现代 以及近代的大部分 胶片摄影的模式完全一样了 卡罗法可以说是奠定了 未来胶片摄影的基调 而且可复制性也是 推动摄影进步的一大要因 这对印刷业来说是巨大的改变 反转片和副片 同时在1831年被发布 人们开始使用相机拍照 自此摄影慢慢的走入了大众的视野 后来又有蓝山印象工艺 石板火棉胶工艺 蛋白银烟工艺 后来就有了胶片摄影 数码摄影 再到手机摄影 甚至从定格的影像 变到了动态视频 摄影改变了我们认识周边世界的方式 就像我在老爸书房的箱面盒子里 看到自己刚出生时候的傻样 甚至还有爸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摄影的产生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比如利用搭载数码相机技术的 卫星来绘制地图 比如科研时拍摄不同的照片 来对比变量 还有即使现代 在医学上也仍在被广泛使用的X光 超大画幅胶片 屏幕前的你我都拍过 说出去都倍儿有面子 当然上次我骨折的时候 并不这么觉得 摄影的发展也改变了 传统印刷和媒体行业 比起单调的文字信息 写真的加入 使得传达信息的时候 更加逼真客观 再后来从静态写真发展出了动态影响 电影也随之出现了 再到现在我们人手 一台几千万像素的智能手机 摄影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构成了如今丰富多彩的多媒体世界 现在的你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拍照 你以为你只是简单的按下了按键 拍摄了一张照片 但是在这其中 却凝聚着从暗箱绘图 到一般写真 再到胶片数码时代 整个摄影是1500年的演变 而一个人的摄影作品 也映射了他的内心世界 有时候影像可以表达 文字难以描写的情感 摄影不仅仅是一种 单纯用来记录图像的工具 它更是一门动人的语言 我是Linx 下期再见